帕金森症案例 黄先生现年76岁,2014年,家住美国纽约 两年前经医师诊断患有帕金森症、癫痫、脑萎缩、心脏病等疾病 手脚抖动,不能自主,走路及行动皆非常困难 自从2012年10月开始,黄先生在纽约每周一次接受志工以原始点按推全身 经过大约两个月后,手脚抖动现象完全消失 精神体力及情绪皆有大幅改善 你的父母和我一直加心 你现在起来做一首,看一下 等一下,等一下,看一下 可以 好,请回去坐这部 表人才 他刚才说穿着睡衣服啊,找一部 搬手拍照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,要用我肯 然后他太太熟了他,现在快要变成他,要熟他太太了 哈哈哈哈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严实点,终于是一个严实点 非常感谢这个严实点